民眾黨現在使出切割術 把所有的錯全部都切給李文中 上個禮拜六的時候李文中被收押 民眾黨被詢問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民眾黨先說李文中已經是被開除的黨員 所以跟民眾黨無關先切割一次 今天又看到媒體報導說 包含眾望基金會 包含木可都是李文中的典子 所以如果這些單位有收受不法的話 又都是李文中的錯 全部都切給李文中 但他們忘記李文中已經是被開除的黨員 而這些包含眾望基金會 包含木可最後的那個實際的支配人 就是柯文哲 不管是誰的典子 但實際受益者 實際支配者就是柯文哲 所以民眾黨我覺得你與其要切割李文中 不如乾脆整齊切割柯文哲 才能夠一了百了 因為現在對民眾黨來講最大的毒瘤就是柯文哲 因為剛剛有講到李文中 但是因為柯文哲跟李文中是多年的好友 那今天柯文哲沒有指示李文中敢這樣做嗎 這樣柯文哲真的不知情嗎 柯文哲對於木可對於眾望基金會對於所有的金流都不會不知情 因為他就是最清楚的那一個人 包含眾望基金會的成立 包含木可公司的成立 都是柯文哲對外宣布的 所以如果沒有他的認同 不管眾望基金會或者是木可都不會成立的 所以現在事發了 開始被究責了 柯文哲要開始切割李文中 然後來排除自己的責任 我覺得這是不會成功的啦 因為最終的受益者跟最終的對這一些單位的實際的支配人員都是柯文哲 因為現在包括柯雅虎還有李文中都被收押 那看起來有收錢的 有收錢的 那是不是柯文哲接下來再起訴可能就快了 我覺得這已經到 檢方已經到了後面的整個收網了 因為包含李文中 包含朱雅虎 其實在這個案子開始 不管是木可的這個政治現金案 或者是金華城案 這兩個人其實早就被掌握了 但檢察官在第一時間並沒有深壓 也沒有收押他們 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 是要讓整個案情再跑一下 那現在都已經大動作 把這兩個最重要的 在省慶金身邊 掌握金流的朱雅虎 跟柯文哲的大帳房李文中 兩個人都收押 來影響整個證據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還蠻有趣的 所以事情還會繼續往上燃燒 雖然已經到了後端 但還有共犯 然後這些共犯是目前可能還沒有曝光的 那到底是誰 是不是就是我們大家都覺得 在黃珊珊在整個金華城裡面 她到底她的角色是如何 而這一個可能的共犯 是不是就是黃珊珊 我覺得這個可能要等檢察官 再跟大家進一步來報告 因為像威京集團被報2020年 有7個人捐了共210萬的政治獻金的民眾黨 那剛好 陳佩琪也在2020年那段時間 密集的去ATM提令 總共157萬 這中間是不是也有一些貓咪 這些金流都非常的異常嘛 就是剛好在柯文哲重新受理了金華城的澄清案 然後交辦的時候 卻有陳佩琪有異常的金流157萬 而民眾黨就收到了威京集團7個員工 210萬的捐款 這都會讓人家覺得就是說 柯文哲一邊交辦 然後一邊收錢嘛 然後這些金流分別的流向了民眾黨 跟流向了陳佩琪嗎 這是會讓人家覺得 怎麼有這麼巧的事情 比巧克力還要巧的事情 都發生在民眾黨 都發生在柯文哲身邊 然後他們現在用所謂的合法的方式 說這些政治獻金都是合法的捐款 來轉移非法的交辦 因為金華城的隆機就是違法違規的 那你為了違法違規的事情 來交辦 然後另外一方面 用所謂的政黨來收錢 難道民眾黨已經變成 柯文哲的洗錢工具嗎 這真的會讓人家有這樣的指引 有些感覺民眾黨沒有辦法解釋說 這個金流的來源 然後雖然黃國昌也是說 那他把那個鄭文燦拿來做比較 民眾黨也認為說是在羅織入罪 我覺得民眾黨跟黃國昌 對於柯文哲在這個案子上面 開始出現金流這件事情 他所有的辯駁真的都非常的蒼白無力 羅織罪名這件事情 我大概已經聽了100萬次了 但有沒有更新的講法 到底為什麼民眾黨會在那個時間點 剛好收到威京集團七個員工 上限30萬的捐款 金額高達210萬 除了現在被暴露出來的這些人之外 還有沒有更多 我都覺得這是值得去質疑的 所以民眾黨應該要解釋 民眾黨不是柯文哲的洗錢工具 應該勇敢的去解釋這一件事情 而不是在那邊逃避 用一些所謂的詞句 或者是說都是執政當局在應扣罪名 我想如果沒有這些金流 不會有人扣你這些罪名 但就是有這些金流 而這些金流就是從威京集團流過來的 所以我覺得民眾黨不要再雇主幼兒園他 不要再用什麼羅織罪名這種空白 蒼白無力的說詞來幫柯文哲辯護了 許曉星9月初的時候被問到 朱雅虎的事件他還說北檢找錯人 但現在朱雅虎被羈押了 許曉星好像就沒有在說話 他是不是當時 你覺得他到底是不是要狀況 然後還護航 還是他其實不知道 許曉星應該要自己出來講這件事情 因為當時他幫朱雅虎的辯護 真的是辯護得非常的大聲 而且還痛湊這個北檢 認為北檢根本就扮錯人找錯人 那現在連朱雅虎都自己承認 他有行賄 那無疑就是打臉的許曉星 那許曉星針對這個講法 他是不是自己應該要先出來道歉 先對北檢道歉吧 因為他們當時還說北檢找錯人 但北檢看來是非常有掌握 而且有他偵辦的一個進度跟方向 還有一個他的節奏 那許曉星針對於他偷湊 湊錯這個北檢這件事情 是不是應該要出來道歉洗門風 這個身為一個立委 既然這個質疑錯了 就應該要勇於認錯 另外就是說到底為什麼徐曉星 當時要感冒這麼大的風險 如果他跟朱雅虎不熟 他跟金華城這個案子不熟的話 他幫朱雅虎當時做那樣的辯護 風險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徐曉星當時這麼勇敢的原因是什麼 是因為他跟朱雅虎就有認識 或者是跟金華城這個案 他非常熟悉 所以他才有這樣子的把握 所以我也覺得徐曉星 應該出來講清楚說明白 好可怕